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是上线之前呢 我想跟你聊聊这个工程的设计思路 算是这个节目的说明书吧 没准对你将来做类似的事也会有启发 那上一期呢 我跟你聊了这个节目的价值观 那这一期呢 我想跟你说说这个节目在叙述策略上的一个追求 本质上 文明节目呢 就是我个人的一个知识脱口秀 那当然将来会有变化啊 具体怎么变化 我后面会跟你说 但是现状就是 他说我个人的一个知识脱口秀 那就要受到一个强力的限制 什么呀 就是我这个人呢 我的能力 我的学识 我讲述风格 就是这个节目的应约数 那短期看 我这个人反正就这么大本事啊 虽然我也会成长 我也在学习 我今年五十一了 这成长没有那么快的啊 如果一个观众就是樊罗振宇这个人 一听我讲话就反备 那我真是一点折都没有 那问题来了 这个节目受到这么大的约束 但是我们总得有追求吧 就是它得提高品质啊 总不能我说成啥样就是啥样吧 对 这就有了一个叙事策略的问题 什么呢 就是面对同样一个历史事实 我们找一个什么独特的角度 直属于文明这个项目的独特的角度去说它 未来二十年 我会在这个方面 就是叙事策略这个方面 不断的去尝试去创新 那现阶段啊 我的思考结果是这样的 我要更多的注意历史的隐藏变量 历史当然背后有很多变量啊 很多东西 比如说经济啊 人口啊 气候啊 政治制度啊 这些当然是变量 但是请注意 这都是摆在面上的 它不是隐藏变量 所以文明节目要更关注历史后面的隐藏变量 为了让你更加理解这个概念啊 我先说一个我自己的体悟 我呢 今年五十一啊 五十一年前 我出生在安徽省武虎市 这是长江边的一个三线城市吧 这城市有名的东西不多啊 最著名的就是傻子瓜子 这些年有奇瑞汽车 反正自打我一整年就生活在那个城市啊 我一直生活到十七岁上大学才离开的 那你说我对于武虎市熟悉吗 哎 我觉得应该是熟悉的 这里的大多数街道著名的历史人物啊 事件 物产 我都知道的 比如说武虎市所谓四大米市之一 从小就听这个词儿 特产是铁画啊 有两条江 有长江 有青一江 哪里有山 哪里有湖 我一闭眼 脑子里全有 所以我应该对这个城市很了解 但是 直到我三十多岁了 有一次回武虎老家 我站在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叫保塔根 就是青一江和长江的汇合处 一座保塔的脚下 叫保塔根 我站在那 哎呀 那一天对我来说是脑洞大开 我突然想明白了 武虎这个城市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哈哈 你看三十多岁才知道自己老家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要知道 要想在武虎这个城市 自己的江界内部去理解它 是不可能的 我们要把眼光跳出去 跳到哪 至少你要跳到安徽省的南部 就是宛南的那一片 现在的黄山 古代的徽州那一片 你才能理解武虎 为什么呢 你想 徽州 古代徽州那一片都是山区 徽州的物产要想出去 自古通常只有两条路 一条呢 是从新安江往东到浙江 那第二条路呢 就是从青一江往北进长江 所以徽州向北的物产要出门 就一定会在青一江和长江连接的地方 出现一个码头 因为换船嘛 青一江那是很窄的一条江 小船就行 你一进长江得换大船 要换小船为大船才能进长江 所以得有一个码头 这个码头就是武虎啊 所以这就是武虎这个城市出现的 那个决定性的因素 我那天站在宝塔根 我突然把这事想明白了 可能我也笨点 你看 一个城市的本质是由几百公里之外的其他的要素决定的 原来自古以来建设武虎的不全是我们武虎人民 决定这座城市兴衰的钥匙也不完全掌握在他自己的居民手里 对 这就是我要说的隐藏变量 后来我读历史 读得越多就越知道 在没有找到事实背后的隐藏变量之前 即使事实你全看见了 历历在目 我们对真正的事实还是知道的不多 我再举一个例子啊 跟我老家也有一点点关系 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问 为什么长江能够成为古代南方政权的天险 北方还要打南方 你要过长江 这好像就成为一道天险 诶 这事你深一想有点不对啊 你想长江中下游加起来差不多两千公里 两千公里 北方政权想要打南方 哪里不能渡河呢 随便找一个地方就能渡河啊 南方政权通常那个兵源还不太够 对吧 你总不能两千公里沿岸都住房吧 你不可能有那么多兵力吗 诶 所以问题来了 为什么长江能够成为天险 诶 有趣吧 这个问题 对 这个问题的背后就包含了一个隐藏变量 这个变量就是造船 你想 北方军队南政 他至少要十万人 十万人 那总不能靠渔船 一条一条的渡到对岸吧 渔船 通常一条船两三个人呗 过一趟长江来回三个小时 这个渡法你十万人几个月你也渡过去 所以北方军队想要渡江必须得造大船 那请问在哪遭呢 你能在长江北岸随便找一个地方造船吗 那南方也是政权啊 他也有军队啊 有水师啊 不是吃白饭的 通常南方政权的水师相对来说就比较厉害 对吧 所以你敢敢在北岸找一个地方叮叮光光开始造船 南方的水师就能到北岸把你给敲掉 所以北方政权要南征 他必须得有一个条件 就是什么呢 在长江北岸找一条长江的支流 在支流汇入长江口的地方不防啊 就是你不敢往里走 然后我在支流里面找一个岸把船造好 然后大军上船进长江啊 来征伐 你按这个条件一想 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符合这个条件的 只有两个半地方 第一个地方呢 就是汉水 汉水是长江最长的支流啊 也是北岸支流 所以为什么在历史上 襄阳这个地方很重要 就是因为襄阳在汉水的北岸 对吧 射雕英雄传里面 郭靖郭大侠守襄阳一守几十年 为啥 因为北方只要拿下襄阳 就可以在汉水造船 然后顺江而下进入长江 南方政权就保不住啊 所以上游的荆州变得非常重要 对吧 东晋南朝 就是宋岐良辰四个朝代 军事重镇 一个就是上游的荆州 一个就是下游的扬州 荆州就是因为汉水嘛 重要 那你会问 为什么扬州也重要呢 对 因为扬州旁边有一条人共运河 也是北岸的长江支流 虽然它是人工的啊 叫寒沟 它也符合这个特点 你在淮寺水系里面造船 然后就通过扬州旁边的这条寒沟 就可以进长江 啊 这是两个地方 我刚才说的可是两个半地方 对吧 还有半个地方在哪呢 对 就是我老家乌湖对岸 那个地方叫玉溪口 我从小就知道 那是乌湖的一个 就很不发达的一个区啊 原来我小时候完全不知道 它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 因为西口当年叫如虚口 啊 如虚口也是一条运河 叫如虚水 是潮湖通长江的运河 啊 虽然它比较窄 那所以北方政权就还有一个选择 就是在潮湖里面造船 然后通过如虚水进军长江 那所以有一个地方就变得很重要 什么地方 合肥 哈哈 今天合肥是安徽的省会 是很多高铁的一个枢纽 但是当年合肥重要 就是因为它在潮湖北岸 那站住了合肥就守住了潮湖 所以北方政权一旦占领合肥 南方政权就特别紧张 那比如说三国时候的孙权 为什么一定要打逍遥金这一仗 逍遥金就在今天的合肥嘛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曹操的大将张辽占了合肥 结果这一仗孙权还打得特别惨啊 十万人没有打过张辽的几千人 所以孙权这个人在历史上 还落下一个外号叫孙十万 哈哈 所以你看如果不能回到当时的历史处境 看到造船的技术问题 这个隐藏变量 我们其实是看不懂中国历次南北战争 双方攻防的那个布局的 是看不懂为什么荆州 襄阳 扬州 合肥 这些重要的战略位置的重要性的 当然啊 任何历史事实背后的隐藏变量 也绝不止一个 那请问 南北朝 我们说的就是历史上特定的一段啊 就隋唐之前的南北朝的统一战争 为什么是北方的隋朝 统一了南方的陈朝呢 那关于这一点在历史上的解释很多啊 说陈朝的皇帝不争气 你看一个一个都什么货色啊 或者说南方的贵族政权腐败等等啊 这个解释都很多 但是有一次 我在北大历史系听课啊 闫不客老师 他拿出一张图 什么图啊 就是当时南北方的人口对比图 一看就明白了 当隋朝已经有两千多万人口的时候 南方的陈朝只有两百多万人口 农耕时代人口就是实力的标志啊 对吧 十比一的国力的对比 那你当然知道 这种实力差距太大了 南方不可能有机会应答 所以一定是隋统一臣 你看 原来在这个历史攻防的这个历史大的博弈 这个事实的背后 还有这么一个人口的隐藏别量 我那天要不是上个北大历史系的那堂课 我根本就不知道 哦 这才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因 所以你看 我们但凡看到一个现象 我们不能满足于简单的解释啊 我们总得想方设法 找到它背后的那个隐藏别量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读书习惯 摩根·豪塞尔有一本书 叫做《易如既往》 副标题叫《永不改变的指南》 这本书是我偶然看到了 其中有一句话 我觉得哎呀 真的说特别好 他说 研究历史的一个讽刺之处在于 我们常常确切的知道一个事件是如何结束的 但是浑然不知 它是从哪里开始的 为啥 因为开始背后全是隐藏别量 对啊 任何现象 只要我们穷究它的起源 你就会发现 我们可以推开一扇又一扇的知识领域的大门 那是没有尽头的 起源的背后还有起源 原因的背后还有原因 往往是隐藏的 这本书里 我举个例子吧 是什么导致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啊 你去深层次了解了这场金融危机之后 你就会发现 我还得了解抵押贷款市场背后的原理 那请问是什么塑造了抵押贷款市场呢 你只要了解进去 你发现你必须又要去了解 此前30年的西方市场经济的那个利率下降 那问题又来了 是什么导致了利率下降呢 好了 你又必须去了解70年代关于通货膨胀的那段历史 那是什么导致了通货膨胀呢 好吧 你又必须了解20世纪70年代的货币体系和越南战争的后遗症效应 那是什么导致了越南战争呢 好吧 你又必须去理解二战后西方对于苏联阵营的那个恐惧 你看这个问题可以一直问下去啊 所以历史事件我们可以知道它的结局 但是我们无法知道它的源头 你看任何一个话题只要救助不放 找到它背后的隐藏变量 我们总会有一大堆出人意料的收获 所以在文明这个项目当中 我会力争做到这一点啊 给你发掘那些隐藏变量啊 这会为一党人文历史类的节目打开一个创新的空间 好这就是叙事策略啊 那下一期呢我们再聊一聊 就是同样一个事同样一个历史事实 我们要从多少个角度来审视它啊 下周节目我们再见